34岁的大S可以说是娱乐圈当中著名的圣女 身边的很多人像小S 范伟琴已经都是结婚生子 大S却接连结束了几段苦涩的姐弟恋 如今的独身多年她终于传出了新的恋情 这一次和她牵手是京城著名的餐饮界富少汪小飞 根据台湾地区媒体的报道 大S和汪小飞在相识了短短20天之后就已经宣布订婚了 看来黄金圣女这次有望结束单身生涯了 我想几岁结婚就看老公几岁出现 我就几岁结婚没有给自己限制 今天娱乐圈传出最重望的消息 无疑就是34岁的大S再入爱河的新闻 而她的新任男友正是比她小五岁的 坐拥三亿身价的京城餐饮界富少汪小飞 而这位汪公子更是为众人所知的身份 却是目前正在和周星驰打官司的新女郎张雨琪的前男友 就在今年四月的时尚八杀慈善晚宴上 王小飞还牵着张雨琪的手 做出了自己在娱乐圈中的首次两项 但是短短半年之后 这段高调的恋情便迅速无疾而终 10月28日上午 王小飞通过其个人微博正式宣布 她与张雨琪已经和平分手 我和雨琪因为性格问题已经分开一段时间 但我们还是好朋友 而这一说法也很快得到了张雨琪的证实 张雨琪甚至还在微博中 对旧爱汪小飞与大S的新恋情送上了祝福 我也是和大家一起知道了这个消息 我相信这是好事 据圈内人士爆料 大S与王小飞相识于一次朋友聚会 两人一见钟情迅速坠入爱河 今年十一假期恰逢大S三十四岁生日 王小飞专程从北京飞往台北为其庆生 这一举动也让两人的恋情迅速升温 于是在相识短短二十多天后 黄金圣女大S决定订婚了 对于这个在别人看来近似疯狂的举动 大S在微博中写道 有些人认识好多年却觉得陌生 有些人见一面就像认识了几辈子 这叫缘分 有些时日闷得发霉 有些大事一息发生 这叫天意 此次大S情定王小飞 是他继与男演员蓝正龙和周玉民之后 公开传出的第三段恋情 不过与以往相比 这次大S对待感情的态度 显然要低调了许多 不过虽然没有像过去那样 经常在公开场合说起自己的男友 但大S却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对新恋情的决心 据导演唐继里透露 近期大S为了要多些时间陪伴男友 连续推掉了多部影视剧的邀约 不希望从前聚少离多的场面再次重演 而此次大S身边的明星姐妹团 也都齐刷刷地玩起了低调 就连平日里最心智口快的小S 也为姐姐的新恋情打起了太极 因为我跟讲世界上我最怕的人有两个 一个是我老公一个就是大S 所以我真的是不方便透露他的事情 因为我如果多讲了回去的倒霉就是我 所以我就不方便多说 你们如果下次有机会问 遇到他你们就自己问他好了 反正我只能讲大S的幸福 是我现在最在乎的事情 胜过名利跟金钱 所以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他获得幸福 以前就放话过 大S没嫁出去之前 我是不会把自己嫁出去的 所以大家还是给他压力就好了 其实婚姻对于年过三十的大S来说 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 在被家人好友催促了多年之后 想必这位美容大王很快就会交出一份 忠诚正果大卷 我结婚的时候 我真的要挑我朋友当中来证婚的话 我怕他们最后都会就沦为搞笑 所以我自己如果要找证婚人 应该还是会请 看我到时候嫁给谁 请男方来决定 要不然我朋友万一闹起来 我就收拾不了 新鱼的再见 总法报道